那对水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喝茶一定要用到水 所谓水为茶之母 说明水对于茶非常的重要 这个明朝的时候 许次书就曾经在茶书当中说过 说无水不可语论茶也 没有水就没法谈论茶了 很少有时候把茶直接搁嘴里嚼在咽子 那么没法吃这个茶 那么对于喝茶用水呢 中国人很讲究 而且从很早以前就非常讲究了 从唐朝路语茶经当中呢 就对水有很多说法 说这个喝茶用水啊 去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那么后来呢 有很多的茶人 历一代的茶学专家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比如说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还有一位张又欣 这个张又欣呢 写了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早的 关于喝茶用水的专注 叫做煎茶水计 那么还留下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所谓名权排行榜 比如天涯第一权中灵权啊 第二权无锡会山十权水啊 第三权苏州虎丘十权水等等 那么到了今天呢 那么说我们今天喝茶用水同样也要非常的讲究 那么古人呢说还有所谓这个用天上的水 雨水雪水之分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面妙玉就用梅花上烙的雪水 当然今天有环境污染的地方 您就别用这个了 那你太讲究了 梅花上落的雪 用毛笔扫在盘子里 冲一冬天埋地底 是是是 明年用啊 这个您也看过 那么我们今天喝茶用水呢 可以选择 如果比较讲究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有纯净水啊 矿泉水都可以 如果我们泡这个发酵的茶呢 我们尽量选择矿泉水 选择如果泡这个不发酵的茶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纯净水 另外我们在审评茶叶的时候呢 也尽量选择用纯净水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干扰因素 杨粉香薰水 蒙山井上茶 是的 听明白了吗 没有 好吧 记多少是多少吧 好嘞 回去穿搭一下吧 得嘞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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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正你一些个错误啊 不是啊 因为刚才我听过 大体的问了一问 他怎么说的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怎么夸我 我只记住两句 就是第一泡是不能喝的 打住 第一泡是不能喝的 第一泡 对了 不是第一泡 要倒掉 要从第二泡开始喝 别的都忘了 这壶咱喝不了了 当然了 这不行了 白皙了 那这个到了 那这只能到了呗 茶医师给你准备一下 好 好 茶医师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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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给他鼓掌 不要磕头 不要磕头 那不鼓了 磕吧 磕吧 刚才我说嘛 这茶有点太浓了 要不应该从第二 我给你们来 那个长嘴壶那 行 你在绷我脸上 得嘞 好 好 好